大家會報告我們委員已達12位已經過半 可以先開始會議了 好,各位委員們大家早 今天會非常不一樣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主任委員登部市長 他還卡在另外一個會議上 所以今天我先來幫他處理 那等一下他如果順利那邊的會議 就會過來加入我們 今天也先跟各位說 前一陣子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今天會用這樣不一樣的方式 來進行我們值得審查 坦白來講 待會我同事當然會跟各位報告 但的確 我們在當時的規劃是 今天要審的案子 的確是在規劃當中 但是的確因為三井的事情 大家都會希望可以順利解決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幾個案子 稍微有點延誤到現在 對今天的三個案子 對今天的三個案子 實在是 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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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對今天 出席關心這三個案子 就是對民間友人們說抱歉 那第二部分就是說 我們大概這次最大的改變是 我們待會會在前半段 先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到底最近文化局 針對文化資產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發展 也讓各位委員真正的了解說 文化資產在台北市文化局的組織之下 到底境況如何 那這個部分 會協助大家可以幫助我們 OK 那我們接下來 我就請我們議務單位的同仁 做今天會議議程的相關報告 好 好 那我們第一個先宣讀 我們上一次文資委員會議的會議記錄 好 進行第79次文資會的會議記錄的宣讀 那結論的 審議案案 案1 中正區歷史建築山景物產諸置會設就倉庫 保存方式可行性評估案 結論 1 為審議進度的推進 先以文化局為平台開放大家參與 公開溝通 聚焦提出建議方案 2 最後由雙方提出論證 再由委員進行優劣分析討論 產生之後決議 相宣讀 那請問科委委員 是否可以確認上次的這個回憶經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下一個議程 好 那第一個是報告案1 105年1到4月 文化知展科業務報告 好 未來我們期待就是每次會議一開始就會跟各位分享說前次會議跟下一次會議當中究竟有什麼樣的發展 所以今天會稍微多一點 那未來應該就會精簡 好 以上 好 那主席各位委員 那由我這邊就是開始進行文資文化資產科1到4月份的業務報告 那主要會分為四個大面項開始進行報告 第一個部分是文化資產的管理維護以及現場會刊 再來是審查會議以及就是近期的一些重大專案 下一頁 好 文資客業務的部分主要包含文化資產的指定登錄作業 以及辦理就是文化資產的專長組會刊 以及古蹟及文化景觀的登錄公聽會 還有定期招開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那目前截至到105年的4月底 本市的文化資產總共有393處 包含古蹟157處以及歷史建築225處 那數量是居全台之冠 下一頁 那這邊可以看到台北市文化資產的數量及分布圖 在中正區的部分有包含了古蹟54處 主要是古蹟的數量是在中正區最多 在歷史建築的部分是大同區最多 包含了74處主要是在迪化街的大方城 歷史圖茂特定專長區 再下一頁 那我們在1到4月的時候 有辦理的新增公告文化資產總共有多 9處包含了2處的市定古蹟 就是萬華區的朝北醫院以及士林區的士林神農宮之藍廟 那另外有7處的歷史建築 下一頁 那另外我們還有做了變更公告的數量有4件 主要是歷史建築以及古蹟的定種土地的地號以及面積的修正 以及地址的變更公告 那下一頁 我們還有召開了4場的文資審議委員會 以及辦理了11場的會刊 那結論部分有5處是列冊 那有6處是續送文資會審議 這邊就是我們辦理的文資的現場會刊 那這邊有一些相關的照片 那請委員參看 下一頁 下一頁 還有下一頁 再來是我們進行了規劃設計的書圖審查 以及管理維護 以及在6的審查總共有26件 那這部分都很感謝委員的支持 那給予一些寶貴的意見 可以讓文資的厭惡可以進行的順遂 再下一頁 那接下來進行就是近期的一些重大的專案報告 首先是新北投車站 那新北投車站是在102年由日榮公司 就是統一五常捐贈給台北市政府 但是近期是因為地方居民跟文史團體 對重組位置仍有其異 所以重組工程部分在今年的1月31號 收復工程全面停工 那都發局在2月2號的時候也召開了公聽會 來說明D案跟尾條A案兩方案 再來是陳副市長在3月25號的時候 會刊才是事辦兩處的量體以及模擬公聽會 那都發局在4月14號也開始在D方案做以框線來範圍示意 還有微調A案跟微調D案做量體模擬 以及臨時標線跟交通追等方式的事辦 來試驗設置位置對交通的影響以及民眾的意見 最後我們在5月2號的時候由陳副市長主持 召開了車站的重組位置議題的公聽會 結論是以微調D的模擬位置 以及文化局先前所提的D方案所在的範圍內 進行細部的規劃修正 在上都審會的會議做一個審決 下一案 再來是位於在民生西路上的新方春查行 那新方春查行它在104年的時候已經修復完成 在2月的時候我們辦理了房地的捐贈契約的簽訂 以及信託的歸屬 那約然它的文物總共有3000多件 所以我們在4月的期間辦理了山場的文物的建架專小組會議 山頂倉康的部分 我們在這段期間提送了3次的文資審議委員會 來討論它的保存方式 那也在5月4號的時候辦理了西區門戶的願景 文化自然保存的公聽會 那當天也謝謝各位委員的參與 下一案 再來是我們在102年開始推動的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 它是不同於以往的委外管所的政策 那由政府位於一個媒合的角色 透過公開的招標評選 來結合民間的經營團隊的資金跟創造力 那由得標的團隊來全額支付收付經費 使協助公部門在短期內 可以大量的收付閒置的建物進行再利用 並於收付完成以後來收取使用費 也就是租金 那到至今為止 我們已經就是為19處的閒置文化資產等 找到了全額自費的收付及再利用的廠商 那估計節省了總共超過2億的公帑 解決多年來各公部門無力維護文化資產的走進 並且完成收付對外營與一達9處 另外竣工籌備開幕中有兩處參與 那這是威在新生北路上的米洛克 他收付前跟收付後的樣貌 還有杭州南路上的景挺日式宿舍 收付前後的樣貌 以及林奇街的興挺日式宿舍 那老房子文化運動主要帶來了五大的效益 第一個是借助民間的資金跟專業 短期內的收付大量原本閒置的文化資產 來提高文化資產的收付效率 第二個是就是民間收散完成之後 本府收取使用費來增加公庫的收益 再來有快速改善都市的環境景觀 以及提高閒置空間使用率 還有活絡公司部門合作來創造本府市民 跟議員工作者多營的局面 那在3月部分我們的1號兩場開幕了 4月的部分和平東路一段187號也準以使用 再來跟委員報告原城馬商會本體店鋪 它是我們在101年公告登陸為歷史建築 那當時公告的保存範圍是就是立面以及齊樓的部分 公告時的附帶建議是說本案的建物未來改建時 低樓成立面應該要參考原有的立面來進行保存 所以建物所有權人管理單位它在昭華銀行 它也提送了修復及再用計畫 規劃改建為13層樓的建物 那這再利用計畫在104年的時候 經過第68次的文資審議委員會通過 所以昭華銀行接續在 不好意思在上演 昭華銀行在105年的1月15號的時候 它進行了上網公告 該建物的興建工程招標案 那因為該動建物是當時228事件發生時 民眾包圍進行抗爭的一個場所 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所以也受文實界的高度關注 文實界在1月30號在昭華銀行前面 舉辦了共識電影節播放天馬場訪 來呼籲停止改建 所以接續 接續我們在本局在1月19號的時候 也針對本案件發布了新聞稿來做對外說明 那文化部也在3月10號的時候 召開協調會議 邀集了本府相關局處及昭華銀行 來研議不予改建的可能性 會議結論請彰化銀行停止改建工程 燒標以後 先做規劃的修復方案 透過說明會的方式 來以具體形式與社會大眾溝通 來化解歧見建立共識 那彰化銀行在今年的4月11號 敗壞了本局的局長 進行溝通以後 彰化銀行表示說 他暫時不進行本案的建築物的 改建工程的相關規劃 再來最後是萬華銀宅的 活化再利用 那正的案子是私有股基所存人 眾多的整合不易 所以經過本局多年輔導 補助所存人完成股基收復之後 由家族內部協調與社會團體 再利用的成功的案例 給予公司合作 以營收股基再利用成功的經驗見證 那我們在3月的時候 萬華銀宅 他完成了室內裝修的再六工程 4月份的時候 同意合發了使用許可 那也在27號對外測試營運 一二樓的部分是星巴克 他開放營業 那也結合建築特色跟周邊的文史介紹 那配合林家的3、4樓開放民眾參觀跟導覽 等累積經費回饋後階段的展示 來建構股基結合適當比例 商業自主、自己自主的 有序經營的示範 那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全部都女生 開始這個希望氣氛會比較不一樣 那也希望藉著剛才這個 還蠻想要非常簡短的報告 讓各位委員了解說 過去一段時間 第一季、今年的第一季 都各位委員寫著我們管座線刊 或是說相關討論 最後的進展 不過也很希望能夠藉著這個文資審議會進行的這個場合 讓大家明白很多部分外界不管是不是這個極力的關切 或是強烈的主張 其實這個文化局都默默做了蠻多的事情 那當然對這個是對 我們當然很希望透過各位委員 那個也讓文資界、理解 這個部分也希望可以得到一些鼓勵和正面的聲音 那我再補充一下就是說這個 特別是陳馬商會本廷店鋪 就是現在張營的這個開發案 那透過所有的這個溝通 那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就是這個 他們的高層 就同意說 顧及所有人的這個 共同記還有觀感 他們暫時是停止開發 那我們會尊重他們在跟董事會正式報告之後 就可以對外可能一起公告 這也平息了很多很多這個比較重大的衝突 那我在這裡也希望說下一次 或是以後的文資審查 那如果有可能啦 有一些比較軟性的時候 是可以到 可以跟各位委員一起到 我們好不容易修復完成 或是說這個 那個不管從老房子 或是說 這個已經對外開放的這些地點 去體會一下 不管是新芳村啊 甚至是 是同當年台北101的這個林宅 是不是都有可能 也是我們進行會議的這個地點 它會比較有趣一點 對 不然真的很抱歉說 讓大家做苦災事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去體驗說 如果我們大家一起捍衛這些文化資產 是不是有可能也會有這個良善的結果 好 以上 那各位委員 我們是不是就繼續進行第二階段 主席我們有幾個建議 好 就是剛剛提問檢報之後 大概有個案子 想再關心一下 就是那個新芳村查行的那個修復 再利用辦理行程 有些事情可能沒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案子大概也經過了數年的名利 現在完成 那大概關心 就是後續的那個再 因為剛剛的簡報內容 我們有提到未來的再利用的規劃 我不曉得這個進度到怎麼樣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看來2月24號完成 我不曉得是不是已經移交給 移交給台北市政府 如果移交的話 可能我們的建議是分兩部分 一部分短期內 它是不是可以先行開放的可能性 就是對外的想法 因為現在好像有管理人 但是這個管理是歸 也搞不清楚是歸 歸那個新芳化來管理 還是有台北市政府來管理 就是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那個 在利用計畫 這個事情到底推動情形如何 陳婦您要報告還是 因為它是跨那個柯市的 請老師報告一下 現在大概在5月底前 所有的文物會點完 防設的點膠已經全部都結束了 所以我們大概會進行兩個部分 短期的開放 大概經過兩三個月整理以後 就會有一個佈展 包括一二三樓 大概在明年中以後 會有一個長期的規劃會出來 長期的規劃就是說 它可能是有部分委外 或是全部委外的可能 到時候會再報告 那以現在來講 老師剛剛提的那個短期開放 那今年最慢9月 就會全部弄完 然後一年半的時間 都會進行 由文化局管理下的短期開放 然後可能長期的 可以以年度計算 現在在做整體的評估 那這幾天的案子也出去了 大概先做簡單的報告 那因為我們標案剛剛結束 那更進一步的 下次就會再跟大家報告 我們希望形成這樣子的慣性 那剛才那個卓老師 那個主席 剛剛有報告那個老房子運動 那個陽明山的好多棟都已經出去了 那其實還有一部分不是老房子運動 可是是屬於我們文化景觀保存區裡面的 那台營也是陸續在release出去 我是建議局長或者是 有空可以上去看一下那個區 因為我們當初有建議說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都open了 就交通是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那個台營自己在放出去很多的 其實我覺得有點亂 就是他們其實也沒有照顧外面的環境 然後圍地就圍起來 可是有好幾棟其實就是在AIT的後面 那個view是非常好的 包括那個景觀植物 那當然這個部分如果舊法規來講 可能是發展局要去看它的都市使用的狀況 可是就文化局來講的話 我覺得那整個區當初的概念 就是文化景觀區的那個大架構 裡面再分歷史建築或古蹟 那不過在地的居民也有很多反應 就是說其實交通有問題 整個那個環境的那個 我們原來預期的那個品質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到位 所以我是提出來說 我們後續的監督機制是什麼 那怎麼樣能夠讓那個區 不會流於像那些吃野菜啊 餐廳那個樣子 以上幾點建議 謝謝 好 來 民燃 各位委員 那我想剛才兩位老師提到 正好也是我想要表達 第一個郭教授所提到的 各位委員所提到的 因為我也是在文化大學論教 所以呢天天進進出出 那個地方的狀況呢 就如郭委員所提到的這情況一樣 所以我完全呼籲他 就是說老房子的這個修復以後 再利用這個狀況呢 是不是跟以前他原始的初衷有一樣 或者說他整個修復的這個情況呢 符合這個當初他所提的這個修復計劃 這部分呢是不是有必要呢 再重新再檢視一下 第二個就是新芳春這個問題 新芳春的問題 這個似乎他用來捐回來的一些 他自己這個 住宅的這個 一些文物啦 或者是以前的東西 這個案子真的 因為我過去在文化局服務的時候呢 事實上是有接觸過的 那那個時候當然不是現在這樣子的條件啦 最開始的時候呢 他本來講說只要讓他能夠 怎麼樣蓋啊 或者怎麼樣 他的東西全部又要願意捐出來了 當然後來變成這個樣子的情況 也不能講說是一個 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那應該講說是很好 但是呢 剛才在副作友報告 這個部分委外啊 這個部分就讓人家覺得有所瑕疵 因為部分委外 那不委外的部分呢 到底是屬於誰的 那未來部分委外的話呢 這個地方 有誰會願意來接個這個部分 或者是二樓或者是三樓 或者是一樓 不委外 然後呢其他兩個委外 這種情況呢 是不是在目前呢有做考量 因為很少聽到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 好 跟老師報告 我剛剛講的是情況之一 現在整個案子還在做評估 所以未必是我講的那一種事 都有可能 謝謝 今天各位老師 報告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說 文字最後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它都必須要有一個 復活研究計畫 然後提醒 不過真的很感謝這個 剛才各位委員的提問 或是關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 未來都是有這個段落 都可以跟各位分享 因為有些案子 即使進行十年 都是希望不斷的得到 各位的這個意見 可以讓它更圓滿 那也透過各位可以傳遞出去 這種比較正面的消息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目前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今天局長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或者是說文字委員會這樣做法 是非常非常令人佩服的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才可以了解整個文字委員 都關切的案子 它的進度如何 因為過去我們來審查案子 只對自己個人關切的部分 產生了解 其他部分可能並不很了解 因為都是分開來作業 所以這種方式整個Review以後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可能在某一些 我們過去沒有參與的案子中間 關切某些案子 我們在最後報告辦理情形就好了 那這個部分我要特別提出的程序 謝謝 OK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明委員 特別關心這個點交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5月底 確定文物完成 那短期開放的確這個標案 這個未來長期的規劃的標案 我們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但是9月 原則上9月開始是有本局的規劃 會先做這個開放 那特別因為這個2樓的部分 是現在最夯的剛剛結束紫色大稻埕 我們這個連續劇的拍攝的實景 所以很多民眾很希望可以去那邊這個提會 那郭崇穎老師這個部分 我想就是請同仁安排 我們儘快是不是可以這個到現場 針對楊明山這個文化景觀的部分 再去了解現況 那當然也歡迎委員們加入啦 這個是隨時如果大家對我們進行中的這個案子 或是曾經參與過的案子 特別關切也可以提醒我們 那最後一個就是這個立委員提到的這個部分 因為老房子計畫就像所有的專案 其實它絕對不要是一次性的 我們當然是階段性一定要做這個檢討 所以也歡迎各位委員 我們隨時其實有意見都可以用書面 或是說這個撥個電話給我們同仁 那讓我們在下一個階段的演理調整 或是下一個案子的這個評估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或是說進行改善 好,那新芳春的這個... 對不起,主席 我是想說剛剛那個新芳春 我們有跟就是銀行啦 或其他的有做一些協商商商商商 可是我覺得不只是我們去看 我覺得應該要請台營的人一起過來 因為他們很多都知道台營自己就放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責任 要求台營要follow文化景觀的規則 去做他的那個委託啦 或者是租界的事情 好,謝謝 那我們就再加碼一個郭老師的這個... 不是,郭老師這個... 郭委員這個提請非常好 因為我們其實不只是這個... 陽明山上的這些文化景觀 我們跟台營相對還有好多的這個專案 那是不是容許我暫時這樣子回應啊? 好,就像當初我們去協商這個張營 這個陳馬商會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是主動的去提出請求 然後去溝通 那是不是就拜託用客這邊盡快的這個安排 如果到時候我們確定的時候 也盡量可以通知這個委員 有興趣的都可以一塊來 這樣,好嗎? OK OK,好 那我們... 局長 是,對不起 不好意思喔 那個...我們那個文字法13條 因為我今天看到你們一開始的報告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全貌就知道說 台北市按照各區它的利件古蹟 那遺址到底有多少 是我們台北市管的 那我們那個文字法13條有說 主管機關對於應該建立歷史 古蹟歷見跟聚落的調查研究保存 維護修復及再利用的完整個案資料 那我就想到說 我們為了山景倉庫弄得這麼辛苦 那今天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我覺得比較平和 那比較高興 那我本來以為今天要開山景倉庫 害我緊張的鑰匙 每個人都說 喔!你上報紙 那我是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完整的個案資料 如果是利件應該提升為古蹟的 應該要早日檢討把它提升為古蹟 因為有很多地方政府現在紛紛的把利件提升為古蹟 然後呢有的又把它改成改為國定古蹟 那由國家中央來出錢去保護它 那這樣子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看到那個山景倉庫它的年代那麼久遠 我實在是一直在納悶 為什麼它還只是歷史建築 是這樣 那其實這個工程是非常的複雜 而且也很辛苦 不過在謝局長你的帶領之下 我相信會有一番作為 我看到有媒體訪問你我非常感動 人家有傳給我看你那個資料 我是覺得說 無論如何就是都市的開發 跟我們古蹟的文資的保存 是應該要相輔相成 不是對立的 那能夠平和的討論 然後藉由所有公民團體民間大家的期待 那能夠非常理性的 那不要弄得這樣子 好像要收拾 我還沒有腎上腺素 都很緊張 所以下次不敢來了 謝謝謝謝局長 謝謝黃永元 那這個部分 我也跟各位透露一下 其實因為現在文化部的這個新團隊 馬上要上任 那我們的確這個部長也很 新的部長也很關心 我們未來怎麼樣一起合作 所以很多部分 包括文資法 或是說對這個文資相關的議題 要怎麼樣透過中央跟首都 首監首進行這個盤點式的改進 這個的確是在我們的アジェンダ裡頭 那也非常謝謝各位委員 真的過去上任這三個月陪著我 真的是辛苦了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未來會越來越平衡 那其實如果上個禮拜 大家參與了我們那個三行的公聽會 大家已經體會到完全不一樣的氣氛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我們會盡量讓當這個所有市府的這個案子 跨局處的需要統整的時候 也盡量讓跨局處可以一起先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然後再來處理 因為文資法的確它有一些部分的確要進行調整 所以這個部分就容我們再跟文化部 再做一些這個協商和請求之後 那跟各位進一步的這個做報告 絕對不會關起門來 而是說先了解他們有什麼樣的進程 那我們再來廣真這個意見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面的這個第二個階段的審查 應該說審議啦 因為這個民間朋友他們也在旁聽室真的等滿久的 所以是不是就麻煩優惑我們這裡開始進行 審議案一文化景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園 公告範圍登陸理由保存及管理原則案提醒審議 那請報告 第五個報告 那那個本案前緣期大概介紹一下 那個信義區六章03區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墓圈 為那個臺灣擺設恐怖政治死難者埋葬地點 在92年的時候由市政府社會局在信義區重德街上 興建了紀念公園一絲罪念這些受難者 那本局在本局依據文資法第14、15和54條 然後籌辦文資價值的審查程序下一頁 然後在7月28號的時候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並將專案小組會刊提報我們文資會第73次 在10月15號第17、13次的會議審議 結論決議同意登陸為文化景觀 但是需要再進一步的研擬本案的保存範圍登陸理由 再行提送本次大會審議下一頁 那本局繼續在去年12月29號針對範圍就召開府內延商會議 即確認公告的一個登陸範圍 然後後續這依據新修訂的文化景觀登陸廢職審查 辦法第三條規定在今年的2月24號辦理文化景觀公聽會 以完備本案的登陸審議程序 在公聽會上我們就是在並同提供本案的登陸範圍 登陸理由跟保存及管理原則的查案文字並同說明 在公聽會上已經有民眾提出相關意見 提出當初的歷史現場一共有四個 其中第二現場已經規劃成現在的紀念廣場跟紀念碑 然後以及將第二現場的一些骨灰移進到附近的骨灰塔 所以民眾意見建議本案的文化景觀範圍 應該把紀念廣場跟骨灰塔納入這原來的三個墓區 然後以完整呈現歷史現場 所以有關紀念公園是離合段261跟262的部分地號 跟骨灰塔所在的270部分地號 是否納入文化景觀登陸範圍 提請本次大會審議 下一頁 你辦事項主要有三項 第一個是文化景觀的登陸範圍做個確認 那本案的墓區範圍坐落在紀念區六章裡 從德街山區 主要分為三個區塊 第一墓區是位於離合段小段263部分地號 第二墓區是265地號 第三墓區是635跟637的部分地號 那以這三處的墓區屬於戒嚴時期甚至受難者的墓地或墓碑為保存對象 那另外就是針對通聽會民中的意見 就是本案的登陸範圍是否納入紀念公園跟骨灰塔兩部分 這就是三個墓區的主要分布範圍 下一頁 然後這個是紀念公園跟骨灰塔的範圍 曲線的範圍 然後臨近第一墓區 下一頁 這是紀念公園的環境照片 下一頁 那這第一墓區的區位 然後它是屬於台北市 所有權人是台北市 觀點單位為殯葬處 下一頁 那這是第一墓區的現況照片 下一頁 這是第二墓區 第二墓區也是台北市 是土地所有權人 也是殯葬處作為管理 然後這是第二墓區的現況 然後第三墓區是屬於中華民國土地 所以觀點單位主要還是國外財產署 下一頁 這是第三墓區的現況照片 那裏辦的第二事項是登錄理由的部分 那只能容我就是足條的跟達奎這邊做個文字確認 第一點就是本墓區位於台北市東郊六張里山區公墓範圍 唯吾零年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埋葬地點 第二墓區內約有兩百餘座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墓總 這些受難者系因當時面臨無親友認領 加憑無利支付巨額俗失經貨因恐懼等因素而不敢認領歸葬 故由當時政府交由民間集樂兵儀館而簡易處理於六張里公墓之餘 第三墓區內政治受難者墓碑群多低矮外形體質上有一致性 其墓總坐落分布錯落的狀態並散佈於一番民間墓區墓總監 爐亂杖鋼凸顯戒嚴時期時代悲氣氛圍 第四點今日六張里墓區為墓分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最後安息之地 反映了臺灣地區50年代政治受難者不憑遭遇 其空間場域具有歷史見證意義 第五符合文化景觀登陸及廢職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二三款評定基準 你辦第三項是針對文化景觀的一個保存管理原則 那我們主要是針對歷史元素地籍元素和其他的涉及到學徒跑瓷方面 做個一個原則性的保存方向的建議 那也是我還是逐條的確認 第一點歷史建築完整保存三處墓區範圍內政治受難者墓總墓碑等 但未來人應尊重受難者家屬其決定 家屬如有其決處置 人需保留墓碑與原子以利維持場域原始氛圍 第二點地景元素部分 環境景觀設計應注重墓區現況之莊重樹木齊分 並運用設計方式保留其歷史風貌意象 有效彰顯其歷史意義 除設置必要之聯繫通道 含階梯展示解說簡易指示標誌等境外設施外 應避免增設多於設施物 其他部分 第一個是應注重墓區區域內的水土保持 周邊職費之保護 並配合本區域過地地質地形進行地貌整治保育 以減輕土地水土沖刷之餘 必立維護自然風貌及整體環境品質 第二點 有關三處墓區內現有之民間墓區或墓種 話號指非政治受難者之墓種 則配合是否後續簽葬計畫 以上提醒本大會整議 並以審議決定辦後續 以上 謝謝 謝謝 今天有關墓園的北市府裡頭的相關單位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民政局跟屏障管理處 是不是要先表達意見 那今天 OK 讓錯報告 有關文化景觀登錄的範圍及保持原則 我們原則上是尊重 那至於六章裡的紀念塔部分跟廣場部分 我們也是尊重委員的審議 好 謝謝 那那個民政局這邊跟這個 呃 平常管理處這邊的意見 我們就採納好 那因為今天財政部補有財產署 並沒有派員 那我們可能 是不是就是 今天會議決定 我們是用發函一個方式複製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相信 呃 各位委員也很希望聽聽 這個 呃 明天 呃 有人的這些看法 好 那我是不是就按照 呃 我們當時這個發函 好 那 呃 的這個順序 好 那我先把這個順序 跟呃 在座的這個民間友人報告一下 好 那第一個會是 呃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 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這個 這個蔡先生 蔡宇龍蔡先生 然後 第二位會是台灣戒嚴時期 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的 這個 也是蔡先生 好 那第三位會是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 顧助會 呃 的蔡先生 那第四位 呃 會是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出境會 呃 呃 那最後是這個紅維健工作室的這個 這個紅維健導演 那以上的這個順序就 呃 麻煩待會兒同事們協助 好 那原則上我們是不是拜託各位 儘量是這個三分鐘左右的 這個發言 好嗎 OK 好 那那個麻煩同仁協助喔 我們第一位邀請 呃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這個 這個蔡榮蔡 蔡 大家好 我想 就兩點意見 第一個 樂切 就是懇切要求 能夠讓這個 紀念公園跟寧古塔納木 這個 這個地址放 這個保存範圍 當然理由 我相信剛剛也都講過 我也不再 那個 這是對 對我會來講的話 對於這個前輩 我們所尊敬的前輩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 不可 這整個產業是不可分割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 對於管理的部分 我覺得各種步道可以免呢 我想還是以 以水土保值為準 為優先 它不是讓人家去做觀光 這個遊覽的東西 基本上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歷史遺跡 我想就 不需要太過於 故障的 導覽的 導覽的步道 我建議 會不需要去設計這樣的步道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邀請 台灣近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謝謝 這個台灣近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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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這個 我首先 感謝各位文主委員 正式階段的歷史 跟歷史遺跡的保存 那 接著我們 通過 這個 這個《六章瑜》 作為一個 歷史遺跡的 文化情感的 保留 扶合 這個立萬 正在審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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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這個 這個 那在這個是眼界上 但至於心目上呢 這個當中我們是要求這個保留眼貌 不動眼界做一個適度保值 但是剛剛這個有一位前輩提到說 這個不要做一個步道 但是在我個人認為 這個步道是這個歷史遺距 不但是要做一個眼貌的保存 也要讓後人去參觀平調歷史的遺距 了解這段歷史 所以這個步道是有必要 但是眼界上不要破壞眼貌這個眼界 那這兩項是個人的意見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者互助會 蔡先生嗎?還是圖小姐 那待會就如果是超過一位的話 先提醒我是哪位要代表發言 不然這樣子很不禮貌不好意思 那祝麻煩圖女士 好 各位審議委員 大家好 那個六章禮 從發現1993年發現到現在 就是說有幾十年 二十幾年了 那一直以來就是由我們互助會 來負責來管理這一塊 才有今天的這個原貌存在 那一直以來都沒有 就是說得不到其他的相關 跟民間團體政府的一個關心 那這次很高興 在我們這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文資審查委員會通過了這個文資管理 這個是我們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在那個公園於林谷塔 那要不要歸納在一個文資管理的範圍之內 那我是覺得這個是有一個 延續連帶的一個關係 那當時在2002年這個公園完成的時候 那裡邊有一幅對聯 跟裡邊有那個紀文 這個都是得到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與我們那個所有的政治受難人 跟家屬的這個溝通與認可 而洗出來的一個那個他們的對聯跟那個紀文 所以這個是我們不要以我們現在人的這個思維 來想50年代那個時候人的思維 應該以當時他們的理想跟思想來想到他們為什麼犧牲 所以那個紀念公園雖然是後來2002年完成了 可是畢竟也是他們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保留下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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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這麼多年來照顧這塊土地 接下來我們麻煩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葉先生 葉小姐 對不起 下次拜託大家簽名 對 幫我 幫我再勾 真的很抱歉 抱歉 葉小姐 謝謝主持 各位委員好 兩個簡單的意見 一個就是說我們當然很樂見 劉長理這個就是進展相當順利這樣 那希望就是說整個程序跟流程可以盡快走完 因為距離去年蘇利窮秘書長召開的那個協調會已經又過了大概半年多 那接下來可能梅雨季然後颱風又來了 那所以就是說當然這跟文資審議 就是說市府去投入其他水土維護的這個動作 不一定跟文資審議有關係 但我們還是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盡快在體制之內有個確定的結果這樣 那也謝謝各位委員的協助 那第二點是說關於這個相關規劃案 剛剛幾位前輩對於羽毛布道有些異樣的看法 那這或許不是現階段就是說文資審議的這個範圍討論的這個意見喔 那但是就是說欸我們會建議說因為我們看過國外非常多類似集中營 或說像韓國光州518這種墓地的這種遺址傷痕遺址的維護 那當然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有改造的非常好看的那也有盡量保持全貌的 那就是說那個想像那個空間是非常大的 那如何就是說盡量維持原貌 但是又利於就是說這個地方作為未來教育功能的發揮 那我想適度的介入性的比方說布道的鋪設 或是可能還是有其必要 那可是就是說我們也會希望說從民進團體的角度來看 呃台北市其實主管的不只是六張禮 那六張禮現在這個可以做起來很好 那可是臨近的比方說三張禮那個調查局的留職室 就是說如果從文化局的角度來看應該是設法 像德國我們看過柏林看過沐年很多地方 他是把不同點的比方說納粹遺址結合成一個整體性的街道的這種 不要講觀光歷史教育的一個project 對那所以以六張禮來講這個我覺得只是第一步 那後續會希望說文化局可以投入更多資源 把台北市整個這種相關的白色恐怖遺址 做一個連帶性的計畫 那這個是我覺得從政府的資源跟角度應該做的事情 那另外的意見是之前的會議已經提過 就是說其實以六張禮來講民間已經歷來 有不同的研究計畫做過相當的調查 那就是說以官方角度來講應該是在這些基礎之上去做整合 那可能未來不見得需要重複投入資源再去做基礎調查 才不會浪費資源去做同樣的事情 那這個意見上面自己已經表達過 那這一次再當面跟局長報告一下 那以上是我的意見 謝謝 謝謝葉小姐 對喔 的確我們文化局因為還有這個二八紀念館 可以這個永續的做資料的這些經營 所以真的歡迎大家盡量把在下一階段把所有的這個發現啊 把重要的這個文獻提供給這個文化局 那我們一定會盡量讓他這個不要再耗費這個成本 而是更深化或是統整性用更好的三位計畫來處理好 好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麻煩這個洪偉健這個導演 那最後我們 各位長官長 我簡單的說一下 我們大概做了十六七年的現場的調查 那麼也曾接過補償基金會委託我們去做